历未记第十六章 亚伦的两个儿子走进耶和华面前而死亡以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 不可随时进入圣所的蔓子里面 到约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在施恩座上的彩云中显现 亚伦进入圣所时 要带一头公牛犊做赎罪祭 一只公民羊做凡祭 他要穿上细麻布的圣内袍 也要把细麻布的裤子穿在身上 腰束细麻布的袋子 头戴细麻布礼罐 这些就是圣衣 他要先用水洗身 然后才穿上圣衣 他要从以色列的会众中 取两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一只公民羊做凡祭 亚伦为自己的罪 献上做赎罪祭的公牛 为自己和家人赎罪 然后把两只公山羊牵来 放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 亚伦要为这两只山羊抽签 一签归耶和华 另一签归阿萨谢勒 亚伦要把那抽签归耶和华的山羊 献做赎罪祭 至于那抽签归阿萨谢勒的山羊 却要活活地摆在耶和华面前 用来赎罪 然后叫人把他送到旷野 归阿萨谢勒 亚伦要先为自己献上做赎罪祭的公牛 为自己和家人赎罪 他要把那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宰杀 从耶和华面前的祭坛上 拿一个盛满火炭的香炉 又拿一捧倒戏的芬芳香料 带进帚子里 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 使香的烟云 遮掩约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他死亡 他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 再用指头在施恩座的前面 弹血七次 然后他要宰杀那位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把血带进帮子里 弹羊血在施恩座的上面 和施恩座的前面 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他要为圣所赎罪 使圣所脱离以色列人的不解 和他们的过犯 就是他们的一切罪孽 然后他又要为会幕同样的赎罪 因为会幕和他们在一起 在他们的不解中间 他进入至圣所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 直到他为自己和家人 以及以色列全体会众赎了罪出来为止 他出来就到耶和华面前的祭坛那里 为谈赎罪 他要取一点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 抹祭坛的四角 又用指头向祭坛弹血七次 洁净祭坛使他分别为圣 脱离以色列人的不解 亚伦为圣所 会幕和祭坛赎了罪以后 就要把那只活山羊献上 亚伦两手按在那只活山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和他们的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罪孽 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 然后经由已预定的人 把羊送到旷野里去 那只山羊就担当他们的一切罪孽 把他们带到一个完全隔离的地 所以那人要把那只山羊送到旷野里去 亚伦要进会幕 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 放在那里 然后在圣洁的地方用水洗身 穿回自己的衣服出来 把自己的繁祭和众民的繁祭献上 为自己和众民赎罪 赎罪季生的脂肪 他要焚烧在祭坛上 那送走归阿萨谢勒的山羊的人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才可以进到营里 那座赎季的公牛 和做赎罪季的公山羊 他们的血既然被带进去为圣所赎罪 他们的身体就要搬出营外去 他们的皮、肉和粪都要用火烧掉 那烧寄生的人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才可以进营 每逢7月10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的功你们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律例 因为在这一天 他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洁净 脱离你们一切罪孽 使你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洁净 这是完全修歇的安息 你们要刻苦己心 这是永远的律例 那被高丽承受圣职 接替他父亲做祭司的 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就是圣洁的衣服 进行赎罪 他要为至圣所赎罪 又为会幕和祭坛赎罪 以及为祭司们和全体会众赎罪 每年一次 要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为他们赎罪 这是你们永远的律例 于是亚伦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去行